奪取權威,盛咒大業 Lanage保濕專家K-Beauty呈現 K皇后,星期一至五晚 11.1,J2 真正的美麗不僅靠表面 內至外都那麼健康 新Pantene做得到 全新星級Pantene 不僅表面修護 新ProV維他命原配方 深入滲透至發心 作用於更深層 內在強人 內在游涼 真正健康的手法 還有甚麼做不到 全新星級Pantene 內在強人,內在游涼 睡不著?有英國巴哈甜水靈 噴兩下入口,可以鬆弛神經 用天然百栗花精華製造 這叫花鳥真正 個人放鬆,就睡得軟一點 巴哈甜水靈 從前,有個灰姑娘 她有上班,沒下班,真的很灰 購買卡數看得大,做小鎮也還不完 那怎可以 大眾財務,自省前私人貸款 造走高式卡數,縮短還款期 卡數清晰就可以裝美購買 大眾財務,大眾首選 Chiere滋味牛奶由加州產地直送香港 農場以最好的資料位置與牛 確保生產出來的牛奶香濃又優質 全市牛奶產品系列 均由鮮牛奶製造 絕不含奶粉及其他添加劑 是你天然、健康、滋味的選擇 Chiere滋味鮮牛奶 我預訂就好了 檢查了夢賜味 可以再便宜嗎 記得要看重評 不是沒有看,我還沒看 放心,等我來,有個幫你 即時格格比較,點風最好 一按鍵就看到 Hotels,混合 柔和與強韌同時擁有 就是全新Just For Man Ultra染發劑 革命性的全新溫和配方 不含阿摩尼亞,不含雙氧水 不會損害頭髮 柔和發色,強韌發質 來自美國第一男士染發品牌 全新Just For Man Ultra 大地鑽石級的貴寶 深海珍珠級的金貴 Swiss Reborn 鑽貴黑松爐如子緊緻如上 極富在心 贊放鑽石級女神機 For FIT,女神機 Swiss Reborn,出月獨家發售 海馬預教質感綿藏肉 抗紫外老化,抗過敏 優質觸碳部面 吸濕、吸移味 還抗梅、抗滿、抗菌 我的完美食材 陳秘書叫我把訂金傳入新戶口 陳秘書,你們轉了人口戶口嗎 沒有 被他關穿了 家明在外地有麻煩?要五千元應急 家明,你去了旅行嗎 沒有 又被他關穿了 受到可疑電柔事 要向對方求證,避免財物損失 核實電柔者身分 揭穿騙徒真面目 堅持一步步 踏上屬於自己的路 炸彈香港馬拉松20周年呈獻 考出馬拉松人生 星期一、二、四、五 J2 萬千色歸頒獎典禮2015 最受歡迎電線藍角色提名包括 天眼,司徒信 司妻Madam,羅大樹 無雙譜,張真 9000歲,包公 衝線,尤達 鬼童李OT,米開朗 劉奴,劉耀明 拆局專家,麥恆席 修規華,金華 沈一言 萬千勝貴頒獎典禮2015 即上TVB分 投選最受歡迎電線藍角色 黎海榮 首位勝出海外國際一級賽的本地騎士 但今季的他,暫時還是榜美分子 十月尾才復出的他 終於是上個星期日 夥伴著里爾達馬房的架線 贏得頭馬 成功打開今季的勝利之門 雖然是起步比仁慈 但絕對不代表你走得比仁晚 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一樣 只要有堅定的目標和信念 每個人都有機會後來居上 就出屬於自己的成功大道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我是Thor 車車,你有看新聞說NBA的名球星 Kobe Ryan終於說退休了 想不到這樣就二十年了 你不用這麼唏噓 這些傳奇人物就像紅酒一樣 即使退休了也好 一定會越擺越有味道 我認同你說的 有些事要給他一點時間去醞釀一下 好像這樣,現在開季三個月了 看看他終於來了 就算了 第五 上星期日的沙田日賽 連馬斯蘇惟、鹽可惟大演 沒有止氣化 因為他憑著神威福相 發營喜和經典帝國 贏了三場球馬 成為全日的大贏家 今季暫時累積有十一場球馬 繼續加油 第四 騎師莫雷拉,你日庭賽 騎師王的競爭馬上變得很激烈 騎師田泰安 才憑著東方快車 和超凡夢想起碼 而潘頓更厲害 憑著刷劇,發營喜、標之勝 以及天笑,贏了三場球馬 順利成為當日的騎師王 恭喜 第四 騎師拍寶最近可謂氣勢如紅 因為他連贏多場球馬之後 令他再次晉身 浪琴標國際騎師錦標賽 明晚跑馬地夜賽 他會拆騎多批實力賽區 包括其樂無窮、重鮮預留 以及曲卷風河 其中柏寶和其樂無窮 力離人馬合作七次 合共取得兩冠、一雅兩季的佳跡 不知道其樂無窮 這次可否再次在柏寶跨下勝出 大家密切留意 第四 第四 不過不只是高比拜仁說要退休 這一年斯朗代言人的位置 都說被尼馬取代的時候 真是一代新人,姓救人 那你又不要這麼說 每個行業都應該有不同的身血加入 這樣才會令人耳目一信 你一定是說接下來那場大賽 我們華靖的騎師 梁家俊終於有機會得位 梁家俊,一起喊吧 好 梁家俊… 12月9日舉行的 狼琴彪國際騎師錦標賽 香港代表除了有莫雷拉、偉達 和柏寶之外 還有華籍騎師梁家俊 梁家俊暫時以八場頭馬 成為今季表現最好的本地騎師 因而首度入選參加這項錦標賽 到時港隊將會面對 來自世界各地的八位頂級騎師 各位漫迷記得為他們大力打氣 你們知道嗎? 高比拜仁,37歲來退休 我覺得很過分 車車,你別這麼說 她是為你定下一個指標 其實你也差不多要想好 退休生活,知道嗎? 對,所以現在的日圓這麼划算 就去日本吧 我連日圓都唱好了 我已經準備就緒 由連馬斯方家拍分店的 泥地賽事口收,準備就緒 已經在上星期二啟程去日本 這匹五歲的泥地王 將會出戰今個星期日 在中京競馬場舉行的 1800米國際一級賽 日本冠軍杯 準備就緒 至今已經叫瓜貴三年節 希望她可以保持過世 陪香港爭光 浪琴標香港一里錦標 究竟有甚麼馬會出賽呢 是否有步步友 其實我並不太知道 榮彩不紛 步步友 步步友是對的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總共有四場國際一級賽 今天就選擇兩場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中一個一定要介紹 就是浪琴標香港一里錦標 其實這個賽事就是1600米的賽事 也是全球獎金最豐富的一里錦標 其實從2006年開始 我們香港的賽區 已經連續九年勝出這項錦標 而這場賽事總共有14匹的獲選馬匹 我們就選擇兩隻跟大家說一下 不少有我們的香港代表 布布友 蓮馬斯就是大摩約翰摩亞 而布布友就是14匹馬入面 國際評分最高的一匹馬 有125分 另外一部分要介紹 就是來自日本的滿樂士 他的蓮馬斯就是掘酸行 他的國際評分相當高 低於這個布布有少許,差6分 119分,所以這場賽事一定會相當激烈 另一場賽事就是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 就是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當中 你始終最短的一場賽事 不如我們說說其中兩匹獲選的馬匹 其中一匹大家都認識 就是來自香港的大運財 他的蓮馬斯就是大家都認識的高伯昇 國際評分相當高,119分 他12米賽事的戰績就是在沙田贏了主席短途獎 之後再贏出馬匯短途錦標 另一隻就是來自愛爾蘭的獨獎全拳 一級賽經驗非常豐富 至今已經贏得五項的一級賽 這隻獲選的馬其實都這麼合適 我覺得騎著他們就像你駕駛車一樣 駕駛車就說踩休就去 但騎馬你自己也試過 體力勞動很多 所以真的比賽的時候 騎士的運動量一定很大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運動科學篇 給大家體驗一下,看看 賽馬一項分妙必真的運動 由騎士、馬匹到場地 都可以成為影響勝負的關鍵因素 背後也包含著不為人知的科學原理 為了迎接12月舉行的世界馬壇盛事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我們就嘗試用運動科學 去拆解賽馬運動 一場1600米的比賽 馬匹爾每小時65公里 平均時速定跑 整場賽事大約暨時93秒 但在這短短時間之中 騎士的運動量有多大呢 為了解開這個科學真相 我們邀請到一群運動醫學團隊 為我們作出最專業的科學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賽馬會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中心 執行總監、榕樹恆醫生 聯同四位研究人員 將會為我們進行今次的測試 而測試的對象就是他 香港冠軍騎士,莫雷拉 我覺得馬賽事是很嚴重的運動 在這裡,我們很期待看到 我們有多大使用 這個測試 莫雷拉將會在木馬上 容疑1600米的比賽 研究員就會用儀器收集數據 今天主要我們會用三個儀器 第一個是運動心肺測試系統 用來測試運動員的涉量量 從而也可以推算代謝蕩量 是一個運動強度的指標 第二樣就是肌電移 我們可以測量到肌肉活動的情況 從而我們可以知道 騎馬的時候到底是用哪些肌肉的 最後我們會用高速攝錄機 去拍攝他們拆棋的時候的情況 我們就會知道 各個身體關節的活動情況 準備好了嗎 對,我們做好了 3、2、1,開始 透過攝氧量數據 我們發現莫雷拉拆棋的時候 每分鐘需要攝取2430毫升的氧氣 代謝當量是9個米 大約相等於打一局拳擊賽的運動量 騎馬是一個全身運動 騎士要在馬上 配合馬跑動的動作 而作出一些協調 所以肌肉洗用量是很高的 透過高速攝影機 我們就發現到 莫雷拉以一個半瓶的姿勢拆騎 身體苦潛 而且重心微微前傾 避免影響馬匹的走勢 莫雷拉拆棋的身體角度 是10至15度的 即是他的身體幾乎跟地上平衡 要維持這個動作 其實是很高難度的 他需要大量的核心肌肉 尤其是腰部的肌肉 去做一個協調 去維持身體動作 對肌肉的要求很高 肌電移的數據就展示 莫雷拉騎馬的時候 需要動用到全身多組肌肉 包括上肢的前三角肌 和三頭肌 下肢的屯大肌 股四頭肌 和國城肌 而在莫雷拉苦潛身體的時候 也動用了腰部核心肌肉 去固定上半身 不過肌電移的數據 也為我們帶來一個 令人意外的科學真相 從這方面 這就是競技最後的競技 興趣的,你能看到 良好的肌肉停止活動 所以你沒有使用它 在最後一段階段 而另一肌肉 你可以看到的濃度 從這裡開始了很多 我們發現 莫雷拉開始發力推騎的時候 身體各部分的肌肉活動 越趨激烈 但是她的團大肌活動量 反而靜止下來 難道這個 就是莫雷拉成為冠軍騎士的秘密?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想到 在肌肉的速度 在肌肉的速度 我不會用得太多 好的 在肌肉的部位置 但是我非常驚訝 我非常驚訝 我覺得對於一個騎士 和甚至是莫雷拉斯 其實有些數據 可能是以往沒有想過的 就是如果每個騎士 都做過這類型的測試 例如說,貴前、貴中、貴後 其實這些對於一個很實際 在創馬運動中的應用 也幫助非常大 12月13日 莫雷拉將會在浪群標 香港國際賽事中 出戰四場國際級賽 到時大家可以留意到 她如何發揮出色的體能 和其他頂級騎士爭奪錶 作為名滿世界的頂級騎士 莫雷拉的體能在哪方面特別出色 體格上又要有甚麼特點 下一集繼續運動科學大拆解 原來雷神的騎工秘密 就在屁股上 高人果然是心不可測 就像接下來的這位嘉賓一樣 所以我們經常見到她 但未必知道她名下這麼多猛獎 下一集回來 有黃炎節的訪問 千萬不要走開